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一些離婚的消息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唉,JJ JJ男人犯笑王,操心大意 他說每天都想離婚 還想殺死他 有沒有這麼嚴重呢 今天會講一講他們的婚姻 還有講一對我很喜歡的荷里活名人 是Hugh Jackman X-Man的狼人 一直以來都說他是子弟戀 又說很恩愛 這樣都離婚 結束二十七年婚姻 這個就糟糕了 這個真糟糕 這是世界新聞 全世界轟動 因為Hugh Jackman一向是賣愛妻號 竟然離婚 先講一下JJ 待會講一下外國明星 你們未必認識 但我很喜歡 他很紅的 Hugh Jackman 解曉神JJ 結婚了七年 范少皇大他九歲 婚後生了兩個女兒 一個叫小飯兜 一個叫小飯團 他們喜歡這樣的 好像劉海威的小糯米 都要這樣的 吃得 早前也說老公目睹 沒有情趣 范少皇其後 發出一個訊息 叫做我們離婚了 說到齒層層 究竟是否真的搶流量 在今天 你可能聽到片子 昨天 16日 JJ在西環 出席他代言 美容店的主持 展彩開幕 展彩儀式 有其他美女 例如DJ樂儀 JJ跟兩個女兒 現在住在香港 北京有事才回去 老公暫時都在香港 被問到和范少皇 是否真的離婚 他直認 和范少皇處於邊緣狀態 隨時離婚 他說他之前看過一本書 講一對結婚五十年的老夫老妻 每天都想離婚和殺夫 他自己就說 我每天都想五十次離婚 想殺他一百零一次 那是否范少皇激傷他 其實是很小事 但激到吐血 他操心大意 令我很辛苦 我敢說 怕得罪所有男生 JJ是否好女人 我覺得 一個女人如果你煩起這個念頭 當然有些問題 你說如果每天想五十次離婚 會不會離譜一點 不是 生亡想 這些叫生亡想 是是不是就不是 不是就不要想 不要想也要想 他這麼壞 那麼壞就離婚 想一次就想五十次 你說想殺他 不要搞 這些很簡單 你有看過吸引力法則 這本書你就知道 你越想越壞 那個人根本上 你根本不是愛 老實說 不愛 那種感情怎麼為之不愛呢 正常來說 你喜歡一個人 那時候你會不會想離婚 你不會的 你不愛他 你就經常想 開始想 他一想五十次 想到麻木了 他這些叫做 離婚前預演 在腦子裡 就是這樣 如果有一天我們這樣 怎麼辦 這些是吸引力法則 你的心念改變世界 有想才可以做的 那就糟糕了 我覺得他們這樣搞法 遲早離婚 他說 心想而已 都沒有付諸行動 他說因為實行上來 就很麻煩 那個離婚當然麻煩 一定麻煩 但是你想了 有些事情不想 比想好 不能想 亂想 真的 你另一半也痛苦 你說你一想五十次離婚 你一半想哄你 你也不喜歡 你的心 你的念已經出來了 已經覺得他是衰 然後就想離婚 唉 真是 很麻煩 當發洩 他說被擊傷 他老公就買個包包哄他 他說包包能治百病 如果你這樣表演自己 JJ 我真的 我不喜歡你 現在 真的不喜歡 大哥 要買禮物 買個包包哄他 就能治百病了 你的感情是建基於錢的 大哥 沒有 就是不要說出口 唉 我真的 所以說 有時候 那些女生來自不同的地方 都不扮 其實說話 就是很直 但是 沒什麼 思考自己的 想法 其實是在說什麼 你喜歡你就不會想 有些事情 越想越是 然後他買東西 哄我就可以了 其實你喜歡這個包包 你也不是喜歡你老公 你這樣放風就可以了 很多有錢人 有錢的范少王 肯定 看看會不會 遲些被人追了 他不是送包包 我送包包店給我 真的 JJ 今個月 二十日 收到他老公送的新禮物 他說 老公脾氣好 雖然他經常想離婚 但是老公就不答應 他說 如果他跟我離婚 他會很辛苦 因為那些樓全部寫了我的名字 離婚 他就要問劇組借住酒店 這樣 說得很淒涼 可憐他 你死不死 你說 老公的樓寫了你的名字 一天想五十次離婚 不是吧 真是大禍 不是 你的女人很簡單 他喜歡你那時候 你目睹 他說你老實 他的腦是實的 不過他不會亂滾 這樣 他不喜歡你那時候 目睹 不會哄我 你找到那個男人 口甜舌滑 你也是死的 他只會哄你嗎 哄出外面的女人 對不對 他都不明白愛情的本質 我明白的 那些女人 過了那個 催產素分泌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是啊 幸好我的女人 就不是他這樣 哈哈 真是大Q 我之前還說 嘩 你不喜歡范少王 想想我們 不用了 不用了 如果你 這個女人 不是JJ這樣的款 他如果不是JJ 他 這個性格我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JJ掌握家企財政大權 物業在香港內地都有 家裡的地位超然 都給你做大女人的 在家裡 已經給你錢了 原來 本身說 生日和兩個女兒開派對 但是就 約朋友簡單簡單 吃一頓飯就算了 年紀大了一點 生了女兒的身材 比之前更厲害 看起來 腰也遮住了 心口也遮不了 工作方面 他又想拍電影 說他以前拍電影好看 他跟黃祖南拍的矮子多情 他以前真的漂亮 不過現在四十幾歲 就差一點 差一點 拍劇 一開工 女兒入院 天天開工都很擔心 下班去看 24小時沒有睡過 很辛苦 讓我女兒大一點才接劇集 電影快漂亮正的 好 這件 如果這樣說 你說說說說說說 經常說這些話 老公都沒有面子 真的 懂不懂給她面子 老公 我不要她 隨時不要她 因為她都很可憐 所以我為什麼 男人大佬要面子 我出來做事 對不對 經常跟那些報紙佬說三說四 真是 不要看 肉酸 翻蕭王 你說是你老公 你在娛樂圈她也是你前輩 是不是 這樣怎麼出來見人 真是 你說她喜歡滾 還有豬朋狗友 你唱衰 她沒有所謂 她不是 因為你說她目睹 你不喜歡她就目睹 你喜歡她就老實 其實有多餘 我跟著說說 狼人Hill Jackman宣布離婚 這是國際大新聞 我是很詫異 因為Hill Jackman 她說她是專一 專情 跟她老婆是子弟戀 說了二十年了 這件事 一直都是心人文心的愛妻號 今年她五十四 她老婆六十七 接近七十歲的老婆 她怎麼來的呢 她的關係呢 她老婆本身是澳洲那些女明星來的 好像是電視劇女明星來的 女主角那些來的 Hill Jackman那時候是年輕人 子弟戀 Hill Jackman那時候還沒出名 就結婚了 後來狼人很紅 X-Man只有他可以橫跨二十幾年 都是在演那個角色的 她宣布聯合聲明 結束二十七年婚姻 她說什麼呢 她說我們很幸運可以以夫妻身份 過了接近三十載 經歷一段美好充滿愛的婚姻 她說我們的旅程現在改變了 我們決定分道揚標 追尋自己的成長 她說我們的家人一直是 永遠是我們最高的優先事項 我們將以感恩、關愛、善意 去迎接新的一頁 我們非常感謝你們的諒解 尊重我們的私隱 讓我們度過這段人生的轉變 很奇怪 她有個二十三歲的養子 和十八歲的養女 兩個人離婚是震驚全球的 因為她們向來的形象很恩愛 在訪問當中透露兩個人 是1996年結婚 從未分開過超過兩個星期 今年四月 Hugh Jackman 其實跟她結婚二十七週年的時候 也在社交網上寫著 我愛老婆 今天是我們二十七週年 結婚紀念日二十七年 我非常愛你 所以 口說就是 其實很奇怪 你說這件事沒有第三者 你真的信不信 男有第三者還是女有第三者呢 男女也有也沒有 為何這樣說呢 為何這樣想人 好人好者不會分手 正常來說 說你就算沒有愛情 你倆是親人 好了 我自己覺得 不要只猜一邊 男女也有第三者也未必出奇 尤其是女人 你六十七歲 女人 很老的了 在外國來說 七十幾八歲 都少的女人 其實根本上只有 可能十年八年 這樣做 過多一段時間 她要人照顧 那個女人 正常來說 是想什麼 你和老公一起走到這一步 這個年紀應該要是白頭到老 應該是互相照顧 尤其是Hill Jackman 一個人這麼強健 體魄 應該要她老公照顧 正常來說 一個人 對了二十七年 沒有分開超過兩個星期 很習慣去照顧對方 很習慣相處 年紀又大 和女人 沒有理由 這裏要和她分手 或者 女人 外面認識了一個很不一樣的男生 年輕的Hill Jackman 都還沒有 一個女人也有錢 她以前是女主角 那男人 肯定是非常有錢 Hill Jackman狼人 那男人會不會有呢 有也沒有 如果她說 外面可能有另一條女 然後 那不妨礙你了 我都有 反正大家也有 是不是 你拍戲一去 去了幾個星期 我都有個 私人教練 就是這樣說 可能打羽毛球 她都還沒有頂 她說 是嗎 我也有個女助手 原來 大家不在大家的日子 原來都有人陪 有沒有想過 其實誰才是你最愛呢 可能是這樣 都還沒有頂 可以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年紀 分開是奇怪的 奇怪的 還有狼人 她本身這個形象 已經是心日文心 正常來說 建立了這麼長時間的東西 就不會被自己一夜打爛她 你說到雙方都可以和平 肯定不是一個人附了一個人 一個人附了一個人 一個人附了一個人 就沒有兩個人聯合聲明 那 你說 多謝 那些人諒解 和尊重他們的私隱 但是 唉 分手只有一件事 其實就是找到一隻馬 哈哈 就是這樣 還有 要說真的 Hill Jackman 54歲 你看她這麼精壯 女人67歲 已經停了很久了 在功能上 大家真的差太遠了 我看到Hill Jackman還在硬拉 還在三百多磅 她老婆以前很年輕 也是美女 但現在真的是老人家 這就是她們雙方 可能真的談好數 我找到我的青春 你又找到你的幸福 不是我覺得 無需分開 她們一分開就是要分開生活 都習慣了這麼多年 互相照顧 要去到這樣的程度 唉 所以我經常說很虛 這些事情 一紙分書 喜歡一齊 不喜歡走開 不用說到 又是這樣 又大家 我最愛的人 但是我們分開那些很虛偽的 那些 是啊 有些三不識七 那些說 我喜歡你 我愛你 那些也是很虛偽 愛情是真而重之 不用經常拿出來 曬命 那你說什麼 現在才九月 今年四月五個月前 才說 我真是很愛你 愛什麼 愛都過不了半年 哈哈 你正常來說 這個應該是 當下那一刻 不要說 那我們也二十七年 我不是 你當下那一刻 愛就愛 不愛就不愛 現在是 你這一刻就不愛 那就分手 離婚吧 所以我說 我經常說 很閒 他們兩個 我想 身家都分配得相當之好 不需要說 你搶我 打官司 好像 Johnny Depp 和他那個 他那隻 明星雞老婆 和Elon Musk 睡覺 玩完 Cosplay Elon Musk 還照完唱 對啊 他扮Cosplay 和我玩 嘻 有錢 就是這樣 沒有錢 就是這樣 看你玩明星 還是玩什麼 唉 今天說到這裡 真是 不想看 這些癡男怨女的感情生活 下次再說 拜拜